这里有着世界级的古遥 哎呀 我现在真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那么在这里能否复制出900年前的磁器呢 我的心情啊 现在是非常的激动啊 让我们跟着卡加和雨棚走进玉林亭瑶址去看一看吧 今天的快乐汉语教您快乐前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快乐汉语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句式是不就是什么什么吗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是从武夷山寄回来的黑茶碗 雨棚和卡加也要去武夷山复制古遥的瓷器 他俩能否烧制出这么好的作品呢 就要看他们的了 武夷山的玉林亭瑶址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 是中国宋代八大遥系中的剑遥系瑶址之一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卡加和雨棚走进玉林亭瑶址 对宋代的剑遥做进一步的了解 由武夷山水学快乐汉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雨棚 大家好 我是卡加 欢迎收看快乐汉语 我的心情现在是非常的激动 因为今天我们要在线九百年前的技术 我和卡加要烧一个碗出来 恐怕不是这么容易完成的吧 不就是一个碗吗 为什么说那么难呢 应该不简单吧 那要不我们挑战一下吧 看来卡加和雨棚还不知道任务的间距呢 他俩被师傅做好的黑幼斩的毛坯深深吸引了 顾不上去参观博物馆 越越欲试地要先学习制批 但是这种古老的纯手工器械 卡加实在是掌握不了 与师傅相比就差太远了 卡加与鹏 你们还是用现代技术辅助的器械来学习制批吧 刚刚看过师傅的演示之后 我们真的是跃跃欲试啊 你准备好了吗 卡加 准备好了 我的手都扬了 那我们开始吧 哎呀 哇塞了 你开始得真爽呢 来吧 陶瓷的制作有采泥 制批 上诱 烧摇等几个步骤 其中制批过程最有成就感 师傅告诉卡加和宇鹏 先做个东西练练手再做黑幼斩吧 你看我的行已经出来了 我的行比你的更有行啊 你看我不就是比你做得好一点吗 当你觉得别人所说的人或者事物没有什么了不起 表示出轻视的态度时 你可以用这样的句实来表达 不就是什么什么吗 就像卡加说的那样 我不就是比你做得好一点吗 你知道吗 在我们那边中国的陶瓷是很有名的 从十六世纪开始啊 很受人欢迎的 是吗 那个沙环之前都去荷兰专门学习这个陶瓷制作 把它引进俄伯斯 哇 对啊 所以今天希望能学会传统的中国陶瓷制作过程 我回去送给我朋友 看来卡加是胸有成竹啊 为了学习做陶瓷 他可是做足了功课的 你在中国陶瓷是用来装什么的呀 可以用来装很多东西啊 比如说水果啊 油啊 菜都可以用这个 最最开始是吗 都都 对啊 酒啊 都可以啊 我们那边是红酒比较多 其实中国陶瓷的历史真的是太久远了 只要是生活中的用品都与陶瓷有关 对国外的影响也很久远 因为陶瓷与中国这两个词的英文翻译是一样的 只要认识中国就会认识陶瓷 以防你知道陶和瓷的区别吗 那你来说说吧 我也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那我来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 不 我来告诉你 陶啊 它的温度没有瓷高 你知道吗 当你烧到一千度的时候 这个泥啊 烧到一千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陶了 再往上烧 烧到一千两百多度的时候 它才能变成瓷 宇鹏也不错嘛 对陶瓷的了解 一点也不比卡家少 哎呀 卡家 你做这么长时间 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看我做的 已经用了很大的变化 行都出来了 我这是慢慢成型的 我在练功 我在练功 我觉得我这个做的有点像笔筒 宇鹏啊 这么难看的东西 也能叫笔筒 看来卡家和宇鹏第一次做陶瓷失败了 还是让师傅来指导一下吧 那我下面再准备做一个碗 卡家和宇鹏刚才没做好没关系 但接下来可要努力了 马上要做黑肉斩 也就是小茶碗了 看着他俩越来越熟练的样子 今天的任务应该没啥问题了 宇鹏我做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起一首歌 什么歌啊 有一部电影 但是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 是不是人鬼情味了 是吧 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啊 音乐 我说说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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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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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鹏的茶碗做得很成功 而另一边的卡家也做得差不多了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你把我的视频弄坏了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不怪我 好吧 卡家 你今天做坏了 我做成功了 宇鹏 我对你好失望 失望是表示希望落空的意思 在这里是表示与想象差距很大的意思 你把我的这个艺术品 把我的节奏做 我对它有那么多的期待 把它弄坏了 没关系 卡家 我觉得这个更像艺术品 我的亲爱的 你这样你回家就把它送给你的朋友 要不这样吧 我把这个送给你 你把这个送给我 好吧 好不好 没事没事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的艺术品 卡家和宇鹏通过学习做手工 对宋代的剑瑶黑茶展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当你觉得别人所说的人或者事物 没有什么了不起 表示出轻视的态度时 你可以用这样的句式来表达 不就是什么什么吗 比如 我不就是比你做得好一点吗 接下来卡家和宇鹏要去看看 真正900年前的瓷器了 由武夷山水学快乐汉语 卡家和宇鹏的运气还真不错 请到了瓷心园专门复制宋代黑幼盏的孙伟平 由他来讲解新旧瓷的区别 孙老师说 宋代饮茶的习俗是诗人写诗豆茶 因为豆茶用的茶是白色的 只有黑碗豆茶效果最好 所以烧制了黑幼盏 孙老师还告诉卡家和宇鹏 剑瑶烧制瓷器在当时非常有名 还曾给皇家烧制过 以至于剑瑶一度被称为官瑶呢 这是个缓制品 这个就是缓制品啊 真的是好漂亮啊 这是个缓制出土的珍品 那这个宋代的珍品和繁制品是怎么分的呀 古代的作品它比较西瓜 比较古品造型 现代的作品比较吐光 俗称的宅光 古代的作品词化程度不够 相对来讲比较轻飘 现在的作品通过我们机器的球模 比较沉重 就是说一个比较雅观 一个比较光泽 一个比较轻 另外一个比较重 明白了 好吧 我们带你去看玉林亭瑶瑶纸 好 是世界级的骨摇指了 卡家宇鹏 你们看前面这一排晚年的房子像什么啊 那不就是脊椎骨吗 一节一节的 当宇鹏听到孙老师说 山间的房屋像什么时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不就是脊椎骨吗 当你对一件事物很不以为然时 你可以用宇鹏那样的方式来表达 不就是什么什么吗 哇 我还没见过那么特别的房子啊 它是弯弯曲曲的 然后伴随着山腰虫下完善这样子 有点像毛毛虫似的 嗯 我觉得可能更像蜈蚣吧 要不说蛇怎么样 说蛇可以 老师怎么样 像蛇还是毛毛虫还是蜈蚣 这其实就是 网龙像一个古代的飞龙 这就是龙窑 飞龙 目前是世界最中国之冠的龙窑 全长一百三十一米 哇 这就是窑啊 这也就是中国的著名玉林亭窑子 这就是玉林亭窑子啊 真没想到啊 嗯 那我们去看看吧 这是一号窑址 它顺着山坡建造 烧窑时就像一条俯冲的火龙 所以叫龙窑 哇 这么长的窑啊 那当时窑工们的效率一定很高了 效率就是指在单位时间内 完成的工作量 在这里是指古代窑工们 完成的工作量很大 那我想问问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些遗址是 这些 因为玉林窑子一度给官家烧窑 所以它有瑕坡 为了保护里面正品的完整率 没想到古人的技术那么高明啊 那他们是怎么烧的呀 这个 这是点火口 哦 是用木材吗 是的 烧一个这么长的窑要烧15天到20天 15天到20天这么长啊 是的 因为我们建窑是高温溶 高温的那有多少温度啊 最少要1280度左右 最少要1280度啊 还要15天啊 对啊 对啊 孙老师说它的最大特点是升温快 由于摇壁较薄 所以降温也快 特别适合烧制黑幼和青幼 哎呀 我现在真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嗯 我觉得我像那个当时烧瑶的师傅 哦 不就是写诗吗 那我就是拿着那个黑斩啊 豆茶的诗人 嗯 要不我们去烧烧吧 你边烧 你边写诗 对啊 没问题 孙老师告诉卡加和雨鹏 他们上午做的手工茶碗 已经放到现代技术复制的窑里烧制了 但是今天还烧不出来 先请他们去参观孙老师自己做的成品吧 卡加和雨鹏还在想着剑窑的黑幼展 这不两人都顾不上看孙老师的手工 急切地向孙老师了解剑窑的发展 哎 老师为什么后来玉林停窑的瓷器 没做呢 是啊 这些窑为什么废弃了呢 传说玉林窑到了南宋以后 它的窑越烧越好 名声越喘越大 烧的鱼可以油 鸟可以飞 剑窑烧出的鱼可以油 鸟可以飞 这本来是褒奖剑窑瓷器的一种夸张说法 没想到当时宋朝皇帝一道玉址下来 要求真的烧出来 等到开窑之日 窑工们没人敢开窑 全都悄悄逃跑了 一灵停窑就慢慢地消失了 哇 这个传说好特别啊 哎 那我想老师 你们这边还有未开发的那些窑 以后可以挖吗 是啊 要是把它们挖出来该有多好 那可都是船是真品啊 国家政府为了保护文物 已经就在挖掘了 剑窑啊就是这样衰落的 但是剑窑的技术并没有从此消失 在孙老师他们的努力下 磁心园已经成功复制出了 九百年前的黑幼盏 我们都可以像卡加和宇鹏那样 去复制自己喜欢的手工瓷器 而且卡加和宇鹏做的手工 也是按复制技术做出来的 他们今天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今天宇鹏和卡加不仅了解了 宋代剑窑的黑幼盏 而且还学会了如何制作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复习一下 本集的知识要点 除了节目中的用法 你还可以这么说 不就是做饭吗 我行 不就是去踢球吗 我也去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请联系我们 学说中国话 朋友变天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